银色轿车被抓包围停 拖掉车出动到场要脱离 人员先拍照存证并指挥作业 很快的轿车被抬起 拖掉车也发动开始前进 但突然震了一下 司机赶快踩刹车 因为出事了 车主的心恐怕碎满地 整块保险杆脱落摇摇欲坠 都可以看到内部零件 夸张过程被不小民众目击 司机下车后赶紧重新调整 确认好没问题再次把车调走 事发就在新北市新店 早上十点多脱掉车 执行公务出包 车主随后也接到通知 脱掉车主要是靠螃蟹夹来作业 会从车辆底盘缠入 而疑似就是这个环节没有固定好 导致抬起时把保险杆给撬起来 后续赔偿上关问题 就由业者跟车主自行协商 从拍照到上螃蟹夹固定到脱离 每个步骤都很关键 毕竟脱掉车便脱保险杆 车主应该都无法接受 TVBS新闻刘一鲸五秒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